的确一个小小的芯片牵动了亿万人的心 在那么一个指甲大的芯片上 它继承了几十亿个晶体管 几十亿个二极管 可能三十亿到七十亿亿个 它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 涉及到中国的创新体制 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是那种 出放的唯物的一切都是物资 拜金的官本位的靠行政权力来干预 来实现经济发展 整个国家它都是一个加工厂 似乎只需要工人 不需要科研人员 不需要工程师 工程师科研人员的收入都很低 整个加工厂 整个企业都被房地产所挤压 你辛辛苦苦开一个几千人三万人的企业 那还不如买几套房挣钱 就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 怎么可能能够研发出这种小小的芯片呢 这的确是很困难 一个小纸牙上可能几十亿个这个二级管 还有呢就是引起我们这种思考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体制 就是整个国家它没有信仰 或者说呢它只崇尚权力和金钱 也没有契约精神 没有诚信的概念 甲大空这个盛行 处处是禁区 到处都是雷区 天天满足于自我吹嘘 连一个连说话都 都胆战心惊的这样一个地方 你说让人们要有创新精神 要能够在芯片方面自主创新 这个的确很难 就说你看整个中国 全中国能有几个教授 这个大学的教授 可以自由地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可能除了我之外 可能很难找到另外一两个 就是说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想象力都被压制 或者说中国人的创造力 全部发挥到了 这个刘曲拍马呀 投机取巧啊 这个欺骗 剽窃啊 在这都发挥到这方面了 所以我说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固然比较大 但是文明的差距可能 可能更大 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的价值 不尊重人 这个不尊重科学 这个项目上马 领导说上马就上马 不尊重科学 那么这样的落后的状况 还是很难改变 要建立创新型国家 还是很难做到 好